好多朋友肯定要麻酱的教程啊 那我今儿出一个 只能说是家庭版的 纯的芝麻酱 有二八酱就来芝麻酱 来一勺 再来一勺半花生酱 加温水卸开 卸得别太稀 卸成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一勺生抽 再来一勺蚝油 再来一勺韭菜花 半块酱豆腐 然后再倒点汤 搅拌均匀就行了 其实现在这个味儿 就已经挺好吃的了 尾巴还会再来点糖 然后稍微点点糖 调完麻酱整顿火锅吧 一盘精选羊肉 可能是切的比较厚 然后我又准备点炸香菱 还有鱼子腐带 刚才我去拿了一颗糖蒜 上次就忘吃了 这次不能忘 羊肉煮的也差不多了 捞出来 哎感觉这次的羊肉比较嫩啊 看上去 吃肉的时候把这也涮了 不耽误时间 尝尝这个精犬羊肉啊 这个明显比那个羊腿肉嫩 一定要在这麻酱里面转一圈再出来 你看我刚才下的那一盘羊肉吧 其实没几块的就吃完了 嗯 专属麻酱1 随便见 这炸香菱应该也差不多了 这得多晾一会儿 万一它里面包裹摊 能受的可是我呀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啊 来一口 晾得恰到好处 嗯 这次绝对没有问题 嗯 还是得多晾一晾 这衣服估计吃完火锅就得洗了 评估也差不多了 你看 这次我掰的都是比较大块的 平骨 没了 就这么点 感觉冬天在家里吃火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嗯 外面一两度家里面吃火锅满头大汗 哇那种感觉太爽了 就个糖蒜 我刚才吃羊肉的时候忘吃的 太可惜了 最后肯定还是以蜂蜜面收尾 那鱼子复带它不是我的呀 蜂蜜面也熟了 煮的偏硬一点蜂蜜面好吃 最近这蜂蜜面摄入量有点过多呀 我心满这个锅底感觉味一般 没有上去吃那好吃 不过蜂蜜面蘸麻酱还是那么的好吃 吃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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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吃 噢 行了 就这样了 就是这个麻酱衣也完成了他的使命 拜拜 拜拜